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发布数据 7月份中国的出口总量大跌14.5% 这是自2020年2月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出口最大的单月跌幅 其中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量 分别暴跌23%和21%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量也暴跌21% 相比之下 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7月却同比大涨52% 显示在俄乌战争及西方制裁的背景下 中俄两国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 不过经济学家指出 中俄两国的贸易量 只相当于中美贸易量的三分之一 因此对俄出口的增加 无法扭转中国整体出口量的下行趋势 分析认为 全球通胀高企 普遍加息 使西方国家经济缺乏动力 加上疫情后 西方民众已将消费重点从商品转向服务 都促使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 美联储持续加息 和全球多数国家面临通货膨胀 导致的市场需求疲软 是出口大跌的一项主因 但是地缘政治的对抗 导致全球重组供应链 对中国去风险化 也同时在起着作用 而从出口目的地来看 中国出口衰退最多的地区 是欧美国家 以及澳洲 新西兰 而这些国家 都是正在重组供应链的主要国家 从出口商品类别来看 中国的服装 纺织 和机械设备的出口下降 反映的是国际市场需求疲软 但是包括半导体 稀土 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都大跌两位数以上 那这说明了 国际社会正在把中共挪出 高科技供应链之外 那简单说 美联储加息 国际性通胀 以及中共搞垮了对外关系 正是拖垮中国出口经济的 三驾马车 长期以来 外资 消费和出口 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但中共疫情期间 严苛的清零政策 让外资纷纷撤离 解封后 中国失业率居高不下 百姓荷包缩水 消费疲弱 如今出口又大幅下降 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6月份低迷的CPI PPI数字 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现状 但现在7月份的进口还在下降 这预告了 接下来中国不但会以消费紧缩 需求紧缩 生产也紧缩 而且很可能会出现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为导致中国经济走向较长的衰退 8月9号 中共统计局将公布7月的生产和消费物价指数 经济学家担心 新数据将进一步削弱中国经济信心 让中国经济陷入一个弱需求 与低价格相互支撑的恶性循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金时纽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